大家好,我是朱斯拉 大家好,我是朱隊友 永遠最近那些人撲出來瘋狂的出街 我真是驚驚 想不到人出街,車都出了 網上流傳一段片 一堆長沙灣市民因為抄牌問題不滿警方 攔截警車和警員對貌 據這個事發,19號8點 長沙灣海 cet街,我就不知那個人有多迫 車上警員拿大聲公說 你跟我鬥大聲,沒什麼 在場一堆市民 不知道是否被抄,或是快被抄 就心生不滿,粗口橫飛 他說,你弄到吻糞,動我 警員明顯是衝動的 為什麼這些人可以這麼兇的呢? 7-12禁區來的嘛 大家有考車牌的都應該很清楚 這些法例法規是寫到明的 你現在這樣拍,你被人抄襲,真是活該 我經常乱雨街,那裡永遠都是三個位置都被人拍 已經拍滿了,這些叫Double Parking 不是Double Park,我覺得它是Cheap Bowl Park 都經常有的 然後我剛剛走完來,那個麥錶過了,又不走 寫個這樣說,如有阻塞,請電,什麼什麼什麼 你留的電話大Q了嗎? 很多都是三人八死地的,香港人 不過我覺得,怎樣說呢?這些事情就沒有前因 單單一看片,一開始就已經看到市民和警察打鬥 就算你怎樣罵也好,你根本就是錯,警察抄得你就是錯 就算你說,喂,我剛剛是小便而已 我這樣前後不夠兩分鐘,你抄我? 喂,有很多的士路都是的,他說我忍了一整天,是嗎? 我已經是很多次坐在一個瓶子裡了 我進去廁所倒出來,你都抄我,你不是那麼良薄啊 其實說真的一句,所有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心存僥倖的 有時候,你看看別人爬不爬正 但是別人爬正,你真是不能爭辯的 好像別人一說,7至12禁區,你這麼兇 那我抄你,就當然了 諸道友自己都是開車的,都很明白這件事 但沒辦法,你在香港地玩這個遊戲 那別人抄你,很多時候,你是鞠鬼氣的 可能每天都是找過一千幾百給你罰一罰,就沒有了三分一 但是有時候,斷正,真的沒辦法,我也覺得 香港有多少車呢?有多少假日車呢?有多少學牌呢?大家都知道,不用我多說 你們出去吃飯,你找到車位,我當你贏了,好嗎? 疫情關係停了很多公共服務,最近21號重開 哇,那些人呢,不知道做什麼東西 是不是個個想著移民呢? 運輸署的牌照服務,排長龍要排七個小時 每次呢,還要有限度,只能夠交幾份 如果你要搞多一點,麻煩你重新排隊 有些人一天就是在排兩次隊,已經不見了整天的公司 哇,真是像,近了 七個小時,比你更慘,等乘車入東涌 真是很恐怖的,那其實是不是有標性職日搞呢? 還有好像現在不是有網上預約,或者是網上族排隊 有的,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每個人都要去親身 可能去親身排隊的那些,是不是過戶啊? 可能買賣車輛過戶那些,那些就沒得網上族的,以我所知 那些呢,就是的,我看他訪問,電視訪問 有些就說,哎呀,我的親身呢,要去移民啊,所以趕過來啊 唉,真的,我這些就真是迫切性啊 但其他那些,你不是迫切性,還未到期的 是不是這麼急呢? 都說走了十一萬專才了,對不對? 那大把專才的車輛,就會在這個市場裡買賣的 所以最近都真的,上網很多便宜的汁啊 所以就引起大家買車的興趣啦 但是都是不妨提一下提大家啦 現在抄牌真的抄得很嚴重 我跟朱思拉呢,都已經放棄駕駛的樂趣了,可以遲到 即是轉頭這個Uber,小數怕長計 一來就可以幫到其他香港同僅身的香港人啊,就業 幫一下他,二來自己的脾肺又不用那麼重啊 喂,有時候你出去,你不要說去教他 教他直接不應該炸斜,真是神經病,你真的去西貢幾個小時 我只是單單跟你說,你在旺區,比如說九龍灣 不說旺角,油尖,就是九龍灣 我搭Uber,下車,進去吃完餐飯,走出來 你還在排隊上去啊,等停一場未必有啊 我本身呢,就打算學考車開Uber的 那我,外國有開開車啦 那在香港呢,不時就過了,但我最後還是放棄 首先呢,我不想做假日車神啦,是吧 我不是被你那班的的士哥哥,和Uber哥哥,和小巴叔叔呢 不停地捆貼我的屁股,我就怕怕嘛 香港開車呢,你真的少少心血都會爆的 血壓高和血壓低都不適宜開車 那這單新聞呢,就有一條人啦 永遠呢,那些人呢,不知道為什麼 好喜歡Post上網呢,就叫做,拆存在感的喔 那這個人呢,就專門做一個IG的Post呢 就說,吸全部的學神,是吧 一個燈位呢,塞我十分鐘 喂,對不起啊,我真的很趕時間見客 剛剛有個考試的打燈咳線 喂,我中毒友,搞到阿sir踩停你,停了十秒 是我賤家,是我無良,搞到你肥子,是吧 如果你看到這個Post呢,我就答應請你喝茶 喂,首先,我真的想一下,拿粗口問一下她娘 你知不知道呢,考一次,我要請那個教車師傅上課 我不見了多少錢,你請我喝茶,你賠不賠得起 最加上呢,這些這樣的時間,那條路 根本你都知道,很多人都考的啦 那你可不可以多些時間出街呢 喂,你們可以說是,喂,你考試 你這麼緊張,我這樣咳咳咳你,壓一壓你 你就肥的話,你根本還未準備好上路啦 那你未準備好,你就考多兩回合啦 那公雪公有你,婆雪婆有你 但是,如果我是真是,見到學神這樣 我會這樣閃著我條線啦,我都會這樣去壓他 但是,我不會上網,因為拆存在感啦 這個人真是,很無謂啊 喂,這個真是抵鬧啦 人家學牌考試,腳都震,你還要影響人 那這些就不應該的 好黑心啊,現在有些香港人 而且我都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香港人 尤其是職業司機開車 就是要對著人尾,不斷推,不斷推 其實呢,可以跟你說,如果人家 比如說假日司機呢,開車 即是聚精會神,看著前面 真是不會理會你推得多貼 你推得硬貼呢,他都不會快的 反而呢,你推得那麼貼,人家一下 你不怕煞停車,你撞過去 你自己愚蠢而已,有排排 香港這些交通法例 永遠車頭撞人車尾,一定是輸的啦 所以真的不要下下推 還有你影響到人家炒車啊 各方面,真是於心何忍呢 香港太多人呢,駕車去賺食 但是那個良心啊 又或者,就是像阿朱斯拉說 真的很黑心啊 這樣去搞人家,真是不應該 如果呢,那個考生呢 被他這樣壓一壓,真是肥了呢 那真是 希望他來今 上的堂呢,令到他更加 多的實戰經驗啦 那很多在香港的道路上 小巴,尤其是小巴和的士呢 都是好像這個人那麼差的 喂,都不是的 現在的的士和小巴司機 都很老年化 個個都白了頭髮的啦 腳都震了 現在最壞的是什麼 就是那些貨汽車 那些貨汽車有很多啊 那些都是那些年輕的 或者三十多四十歲的那些 那些很有火的那些呢 哇,每次都當自己下場的 不斷推,不斷推 有時候,諸隊友自己開車 我都懶得理他 打完死火燈,你就推我咯 要不然你就咳嗽我 有時候,單程路一推 前面都塞車啦,推鬼推馬 那些就是愚蠢咯 有時候有什麼事 真是笑大人的口 西灣河這輛私家車呢 這宗新聞 失控鏟上行人路一死一傷 六十一歲的司機 撞死六十七歲的男子 送去東區醫院搶救 證實不辭 另外一個四十一歲的男子 肩膀受輕傷,送院自利 那我就希望那個學神 如果你這樣被人壓一壓 push一 push,你都腳震震 打尿震的話呢 我就真的奉勸他考多次了 你不要說假不假日司機 如果你這樣都害怕的話 你就千萬不要上路 你還沒ready 好過你好像這單 雖然這單應該就不是一個 新手上路 你撞死人,別人是一個好爸爸 好先生,好老公 命是好貴的 你怎樣都補不回 你考多少次都補不回 所以說我真的奉勸香港政府 真的應該要盡快立例 管制一些比較年紀大的人去駕車 我不是說要賭人米飯 打人飯碗 但是有時候 我以前都常駕的士 但是近年我真的不敢駕 駕駛的士都是年紀很大 六七十七八十歲去駕 喂,他那些真的找錢 都要低頭慢慢看 開了燈都未必看到 說開車我真的怕過你 喂,這些撞到人 好像這個司機六十一歲 他是不是真的適宜再開車 喂,六十一歲才年輕 好嗎? 上次我們搭的士 我見過很多 起跳 七八十歲 麻煩你 對,真的害怕 你說六十一歲年輕 那你起碼我自己也覺得 過了七十歲 就真的不要再被駕駛撿下去了 我覺得真的很危險 真的 喂,之前呢 我記得幾年前呢 關口有一單是的士司機 還是和的士司機撞 撞死了五個 五條命 最後是判兩年半 到今時今日 那麼多年過去了 香港法例是完全沒有改善的 撞死一個半個人呢 No harm 是這樣的啦 我經常都說 合法謀殺 誰知道 我特地去撞死你吹呀 是不是電影那些呢 專門 幾條人 專門設局 然後弄到你 瓜老襯 另類目的 但是又不用負法律責任 不要說不用負 很輕很輕 是的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上當日那個 南鴨七號撞沉船 那個啊 都好像判兩年多 那個船長 就是不要說專門 但是 船都是一種交通 交通工具 就是在交通工具上面 發生這些 不論你 影響多少人死也好 都是很少的而已 這些 就是你真是 哎呀 聽到的激心啦 就是你沒有阻嚇性 那我講開 交通問題啦 那交通問題呢 固然之慘啦 那就 大家呢 大家都等得很辛苦 可以出街 瘋狂地去玩 去消費 那 疫情不能外出呢 這單新聞呢 就說 九龍灣退休教師 屈道病 跳樓忙 他是22日 11時 47分 跳樓 但是我就覺得 他應該不是疫情關係不能外出 今天 今天 昨天都已經開了 晚市 給你們去做健身 去消費 這個 一萬元的消費券 那 我就知道呢 退休呢 很多人應該是不能夠 立即適應的 無所事事 根本就沒有盼頭 你的生命呢 好像沒有一個目標 給你去突然間 失去重心 但是 需要不需要走上絕路呢 60歲 現在 很輕的 這個年紀 可能是一些情緒病呢 就是 朱師奶和朱隊友 都之前兩個月 疫情爆得最厲害的時候 都真的完全不敢出街 而每次出街 都好像去亞馬遜森林 打野豬一樣 那些裝備很厲害 誇張得 真的 走路也有問題 我自己 一聽到人咳 就馬上九秒九跑 是啊 不要說那時候 現在也是 都不用再說粗口了 我說粗口 都要用氣用力 我咳兩句 就比說粗口 現在 這樣的情況下 一路生活一路生活 會不會一直在醞釀他的情緒呢 是已經變成一個情緒病 到最後爆發 就是在22號爆發呢 沒人知道的 是啊 21號開始 是有堂食 但是會不會是之前 一路直落直落直落 而他也沒有傾訴對象呢 還有那時候 談到對象 是不是真的肯和你談判好呢 不是每個人都好像 阿朱隊和朱思拉那樣 每天都在跟大家 在吹水 只是吹不閉嘴 在聊天 在交流感情 對不對 有些可能 老夫老妻 只是比普通朋友 沒有人理解你 你就是這樣 分分鐘 旁邊那個 跟你的關係 現在有另一半 你們覺得是甚麼關係呢 可以找日 開一集 去講一講 老夫老妻的關係 是夫妻 是朋友 還是鄰居 還是物路人 我應該有些案子 下次可以分享一下 不說那麼遠 這些情緒病 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 你肉眼看不到 但是突然間一個觸發點 就碰 搞定了 所以有時候 真是多些關懷下身邊的人 講開關懷下身邊的人 這一單都是慘 何文田村一個七十幾歲獨居的伯伯 就死在垃圾屋裡面 東張西望也介紹了很多次 又有老鼠屋 蟑螂屋 垃圾屋 臭氣屋 和噪音屋 甚麼屋都又 就是公屋我沒有 這個七十八歲的理性老翁 就在這個何文田色文樓 一個 哇 有錢人地方 何文田 獨居的單位 長期他不知為何 他很喜歡掃材物 正如朱斯拉之前所說 當一些老人家 他沒有一個謀生能力的時候 他各樣東西都是他的寶貝 他覺得他每樣東西都可以拿去賣錢 那些爛電話 爛風扇 一兩元都是錢 所以他覺得所有東西都是他的寶物 他就不捨得丟 最終他那些寶物就倒下來 紮住他在洞門之間 就鑑生紮死了 那些送飯的人員上去見到 就見到他已經是被門卡住了 再叫消防來的時候 都證實他已經離開了 唉 我們走出走入 真的要關心一下自己隔離的鄰居 或者獨居的老人 就好像我今天這樣 見到隔離那個阿婆 她買著兩串菜 第一次 Hannah 滾走沿走 몰�ate 楓梅 這只是要按超 champions 她嘗試過 我只有句話 其實她會能勉強 他可能用半天才做到 他根本聽不到人家說話 就像這個伯伯一樣 可能他是有需要,需要別人幫忙 但是沒有人會理會到 又或者去了解他究竟實際的需要是什麼 其實,真是很認真講一句 你真的要看一下這個鄰居 這個鄰居的老人家是什麼人 我很相信,好像我和珠斯拉隔離這個婆婆一樣 光光淨淨,正正常常 每天都遮好頭才出街 雖然走路慢,但是人家是整潔 我們才能釋出這個善意 我相信這個伯伯或者某些垃圾屋的老人家 其實他在鄰居是宜不得去罪些瓜 你想想,他正在影響你 垃圾,假設你旁邊的屋 你剛剛生完寶寶回到去 旁邊的蟑螂屋,又臭,又臭去昏天 你會不會還打開你的心房去關懷他 當然不會啦 這些真是香港悲劇來的 某程度上都真的 大家知道有誰是仆街啦 人永遠站在道德高地 隔岸觀火 我永遠不高地 我站在道德的旁邊 我永遠不高地 所以伯伯這樣離世 顧自然真的於心何忍 大家都覺得很慘 但他的鄰居反而可能覺得 我被你騷擾了二十多年 你終於不會再騷擾我 正如東漿西網上面的蟑螂屋 各樣各樣那些 你覺得別人不慘嗎 大家都是那句 一人做一天的善事 就差一百多件善事 那就這樣吧 拜拜